亚太报道 四个时间点很重要 Zoom软件因存在安全隐忧 台湾 美国 澳洲等国政府和机构禁止使用 张文宏说 中国疫情数据可信度是非常敏感的话题 爱奇艺遇到狼群 被爆财务造假 下面就请听详细内容 中国红二代 北京地产大亨任志强 上个月发表批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和中国政府的文章 几天之后被当局带走 4月7日 北京市纪委宣布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分析人士认为 任志强发表批评习近平的言论 言辞犀利 得罪了高层 请听记者 乔龙的报道 北京市西城区纪委监委的公告称 北京市华远集团原党委副书记 董事长任志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北京市西城区区纪委 区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不过官方未在公告中 提及任志强涉嫌违纪违规的具体内容 一位曾经在体制内工作的访问学者蔡先生 本周三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 从任志强发表批评文章 到官方抓人 表明中共最高领导人 对文章的内容非常不满 他说 3月初任志强在一篇文章中 抨击中共官员在处理新冠疫情时掩盖真相 并不点名地把习近平形容为一位剥光了衣服 也要坚持当皇帝的小丑 文章还说 尽管高举一块又一块的遮丑布 企图掩盖自己根本就没法穿衣服的现实 但丝毫也不掩饰自己要坚决当皇帝的野心 和谁不让我当皇帝就让你灭亡的决心 3月12日 任志强在住所被北京市纪委工作人员带走 最后多次传出任志强在被羁押期间绝食病危等消息 直到本周二晚 北京市纪委本部发布公告 学者蔡先生对本台说 任志强的文章针对个人并没有反对中共体制 用政治罪起诉他的难度较大 怎么弄都不好弄 关键是他是反了一个当今而没有反体制 没有反党 给他扣上反党的帽子 似乎有点牵强 另外这种人杀也不是放也不是放出来更大的麻烦 那么就是说他和一尊之间的较量 他会载入史册 而一尊被钉在家的时候 据知情人士披露 当局如果以违反党纪为名查任之前充其量 开除其中共党籍 但若从违法犯罪进行查处 必被判刑 一位知情人士对本台解释 官方要调查一位商人 所谓违法行为 不费吹灰之力 中共北京市委前书记程熙同 被以贪污等罪判刑16年 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山东学者李锐对本台说 任志强接受北京市纪委纪律调查 当局最终目的是开除任志强的党籍 对于所谓违法部分通常会移交 检察院起诉 有纪律审查 我认为他最后是开除党籍了 监察调查呢 就是要追究他的罪行 那个任志强的罪行就是言论罪 对中国的大政方针都不能批评 你何况你对头号人物进行的批评 看来呢 他逃不过牢狱之灾 曾因撰文批评中国共产党 以公款养党的 贵州大学经济学教授杨绍正 前年8月被校方停发工资及开除 杨绍正对本台说 任志强遭到中共北京市纪检部门拘禁 明显违法了中国的相关法律条款 这个法律要与现行宪法不相违背 你才具有正当性才具有活法性 否则中国共产党的任何的组织 没有法律依据的让人自强 失去人身自由 那这都是对现行宪法的有组织的侵犯 这个是包括我们每一个公众在内的社会公民 都应该给予高度关注 并且要努力去制止的 中国多个门户网站本周三 转载一篇批评任志强的文章 指任志强是国内外颠覆势力代言人 跳出来反对不足为怪 文章批评身为共产党员的任志强 公然跟中央精神唱对台戏 这已不是推强者任志强的第一次了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8日表示 欧洲的武汉肺炎疫情仍然严峻 现在采取放宽防疫措施还为时过早 面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批评世卫组织 以中国为中心要停止资助 世卫认为大流行严重阶段不应该削减经费 请听特约记者蔡玲发自巴黎的报道 爆发自中国的武汉肺炎疫情在欧洲仍然十分严峻 世界卫生组织8日就表示 欧洲疫情令人非常担忧 现在转为乐观还嫌太早 呼吁各国政府在放宽防疫限制前要多加考虑 并形容防疫马拉松才正开始 世卫组织欧洲区域主任克鲁格进行网络报告时表示 欧洲仍然是大流行的中心 目前全世界有5万2千多人死亡 一半以上都在欧洲 而西班牙、意大利、法国和德国 都有了超过10万以上的感染病例 不过克鲁格指出 严格的遏制和隔离措施 已经成功地减缓了西班牙和意大利的感染率 一些国家也出现了和缓迹象 但他强调 现在采取放宽防疫限制的措施还为时过早 克鲁格说 现在不是放松措施的时候 现在是我们在整个社会的支持下 会消除病毒而做出两倍和三倍集体努力的时候了 所有国家 无论其目前的传染状况如何 都应保护和加强各级卫生人员和服务 以挽救生命 这次疫情中 世卫扮演的角色受到许多质疑 美国总统特朗普7日就激烈抨击 主要由美国出资的世卫 似乎非常以中国为中心 错过疫情处理时机 并威胁考虑停止资助 克鲁格8日否认世卫以中国为中心 并称疫情大流行的严重阶段不是消减经费的时候 特朗普在7号的白宫记者会上指出 世卫组织一开始批评他的旅行禁令 在很多问题上也判断错误 他说 因为他们判断错误 他们的判断错了 该做判断时 错失机会 他们本可几个月前就做出判断的 他们应该会知道 他们本来应该知道 他们可能确实是知道的 他们获取的大部分资金都是来自我们 我们将暂停向世卫提供资金 世卫处理武汉肺炎疫情的方式 引来国际上无论是社交网络还是媒体的质疑 特别是对待台湾和中国的立场问题上 因此在世界卫生日前夕 世卫做出澄清 但是这一声明却在其网站上消失 世卫组织回应说 该文并未完成 而且在未获得允许的前提下发表 因此被撤 谷歌存档的这篇声明标题是 世卫组织与全球所有人合作 文章指出 台湾在世卫是否拥有席位 并不妨碍与世卫之间的合作 台湾与世卫之间的合作始终都没有停止过 台湾通过现有的国际卫生条例 以及新设立的机制 从武汉肺炎疫情一开始就与世卫合作 台湾这次武汉肺炎病例的死亡人数较低 世卫将进一步跟踪 并且学习所有值得借鉴的经验 声明最后强调 必须公正地指出 台湾医疗专家的贡献 以及他们与世卫的互动 使全球受益 也为世卫添增新的价值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7号也发文反驳 10名法国政界、学界、医界人士 日前发表的公开信 信中呼吁世卫与台湾展开全面合作 因为台湾在这次的疫情中 成功遏制病毒传播 中国驻法使馆则批评 台湾在祖国母亲的呵护下 与世卫联系一切畅通 根本无需加入世卫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林巴里报道 疫情自1月份在中国大爆发以来 已经扩散到全世界 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世界卫生组织决策模式 以及公开发言备受踏伐 以下就梳理四个有争议的时间点 以事实来说明 世卫是否以中国为中心 误导了全世界 请听本台记者唐佳杰的报道 4月7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接连在白宫记者会及推特上 对世界卫生组织发出严厉批评 指责世卫一再以中国为中心 做出防疫的错误判断 耽误了世界防疫的时机 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八日反击 要世界各国领导人 不要在此时把病毒政治化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八日 也同声批评美国 暂缓注资将对国际抗疫合作产生消极影响 他还夸赞了近日遭到各国质疑 不断为中国政治宣传背书的谭德塞 事实上 疫情自一月在中国大爆发以来 越来越多真相浮出台面 第一个争议的时间点是2019年的12月31日 台湾疾管局首度向世卫示警病毒有人传人的迹象 台湾与同日宣布开始登机检疫 但世卫忽视了这个警告 1月14日 世卫发推写道 中国当局初步调查 并未发现人传人明确证据 美国共和党籍众议员瑞申绍尔 以书面声明批评世卫的决策 是避免得罪中国 他表示 以下我请我的同事代读声明 世卫组织没有努力挽救世界各地的生命 而是袖手旁观 对病毒的严重性轻描淡写 以为了不冒犯中国官员 谭德塞虽然辩称自己不搞政治 但美国智库对外关系委员会 研究员克林斯撰文点出 2017年5月刚上任不久的谭德塞 即飞往北京拜会 并公开表达自己对中共 一个中国原则的支持 让台湾被排除在世卫之外 第二个争议点是在1月21日 直到1月20日 中国官方定调官媒新华社首度报道 人传人证据存在后 世卫参与1月21日改口附和 可能持续人传人 在世界对于中国疫情状况一无所知时 谭德塞则是每次亮相都对中国的透明度 大加赞扬 淡化疫情的严重性 1月22日至23日 世卫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将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 华尔街日报社评写道 当多国已经开始传出疫情 世卫却在北京反对下未宣布紧急事件的定性 谭德塞还于1月28日访问中国 在习近平面前夸赞中国防疫的努力 1月30日 世卫坦诚错过疫情宣布进入全球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谭德塞在记者会上指出 不建议限制贸易与人员流动 特朗普则在隔日宣布对中国祭出旅游限制措施 期望减少病毒在美国散布 纽约时报报道称 特朗普针对中国的旅游禁令实施前的一个月 已经有超过43万人 由中国直航飞机飞抵美国 2月3日 在世卫执行委员会会议上 各国纷纷表示对疫情感到担忧 中国批评各国对中国的贸易与旅游限制 谭德塞再次为中国背书 反对各国对中国的旅游禁令 世卫组织2月3日的新闻稿写到 谭德塞说 谭德塞表示 在他上周访问北京期间 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展现对疫情的详细了解 和个人领导能力 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 这正是世卫组织代表团 同习近平主席讨论的策略 2月3日的世卫新闻稿 还写到 谭德塞说 这场疫情是可以控制的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佳杰 华盛顿报道 武汉市星期三正式解除离汉离厄通道管制措施 恢复对外交通 那些错过今年大半个春天的人们 对解封怀着怎样的心情呢 他们又是如何看待这场始于武汉的瘟疫 最后在全球肆虐呢 请您本来记者韩杰的报道 随着江汉关大楼于4月8日零点钟声的响起 武汉市的街道开始热闹起来 打批被困两个多月的人们 漏夜开车离开这座饱受新冠病毒疫情 折磨的城市 虽然铁路、水路、公路、航空 以及城市内部的交通有所恢复 但湖北省副省长曹广京 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强调 目前只有持有绿马健康马的人士才能出行 红马和黄马的人员坚决不允许流动 因安全考虑不愿透露姓名的武汉居民宋先生 告诉本台记者 针对各居民小区的管制还在持续 因安全考虑宋先生不愿接受记者的电话采访 他的文字采访由我的同事网运带读 我区继续封控 禁书要有单位上班证明或者通行证 如果是没有工作的人 每次出去买东西不能超过两个小时 而就在武汉解封之际 世界上很多国家仍在艰难的对抗这场瘟疫 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 截至4月8日 全球有约146万确诊病例 其中美国有约40万人感染新冠病毒 成为全球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 不愿透露正式身份 同在武汉的包先生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提到 武汉爆发疫情时 各国政府 民间机构 还有海外华人纷纷捡囊相助 现在看到疫情不断在全球恶化 美国等国的确诊病例已远超中国 让他有同病相连的感觉 因安全考虑包先生不愿接受本台记者的电话采访 他的文字采访由我的同事和平带读 生活被打乱被威胁的感受是普世的 中国政府初期瞒报 持报疫情导致了大流行 国际社会应当行动起来追究中国政府的责任 与此同时 早前因病毒起源论而深陷口水战的美国和中国 近期似乎趋向休战 纷纷使出善意 路透社星期二报道 在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五日投书美国纽约时报 认为现在不是美中相互指责的时候 而是需要团结合作及相互支持后 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呼吁中国 允许美国直接与在武汉的实验室合作 研究新型冠状病毒 形容此举将对挽救全球众多人民至关重要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尔塔格斯 7日也在推特上说 对中国邀请美国共同抗击新冠病毒疫情之举 表示欢迎 但真正的合作需要行动及透明度 他敦促中国分享相关病毒数据 允许国际专家研究疫情是如何在中国爆发的 并且允许公民自由发表言论 对此有推特网友尹惠评论道 当一切趋于缓和和稳定后 世界各国开始认真反思并且调查问题来源 随着调查时间的推移 越来越多的调查结果及详实的记录资料 同时指向了一个地方 最终这场实无前例的巨大灾难 必定会真相大白 最爱旧电台记者韩杰 华盛顿采访报道 上海疫情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张文宏 7号在一场美国机构主办的网络会议上说 关于中国的疫情数据是否可靠这个问题 实在太敏感 而张文宏的这个说法显然也很敏感 中国媒体新华社在报道这场活动时 只字未提 今天本来记者郑重生的报道 美国非盈利组织亚洲协会 7号晚间举行视频会议 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公共卫生与药学教授菲尔丁跨海连线对谈 曾在美国哈佛大学及伊利诺州立大学担任访问学者的张文宏 以英文分享了上海如何在疫情初期阶段超前部署 采取严格措施防疫 而当主持人问到中国的数据是否可信时 他小心翼翼谨慎回答 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事实上早些时候 我自己也曾认为 无法想象我们这座城市 上海只有几百个确诊案例 我们其实也常自问这个问题 但是实情确实如此 根据上海市政府官网数据 截至4月7号凌晨 上海本地新增5起境外输入病例 上海本地则无新增本土病例 总计本地确诊病例339例 治愈出院328例 死亡7例 上海境外输入确诊病例则有204例 治愈78例 上海市公布的数据和官方新华社 根据国家卫健委统计的相同 但新华社在报道张文宏与美国学界 网络对谈的活动时 对于张文宏提到 中国官方数据是否可信是个很敏感问题 则完全没有琢磨 而张文宏在网络会上还主动提到 尽管中国的疫情现在看似趋缓 但在湖北经历76天封城于4月8号解封之后 会给中国各省市的防疫带来新的挑战 我认为中国第二波的疫情可能出现 然而中国已经有对抗疫情的经验 在上海我们在非常初期就采取严格防控措施 识别追踪隔离治疗 这些经验我们和美国和世界各国分享 人类史上人们携手合作最终都能战胜疫病大流行 这位受过西方训练的中国公卫专家还说 他对美国最终能控制疫情有信心 他从不担心美国对抗疫情的能力 他说他也相信美中两国在历史上 最终会站在一起共同应对危机 谈到美国的疫情 美国的专家费尔丁则指出 任何国家在对抗新型传染病 最重要的两个原则就是时间与政治 他说美国的确在疫情初期掉以轻心 错失了好好准备的时机 而美国太大各州情况不一 他认为联邦政府必须展现更好的协调能力 美国防疫问题之一就是我们政治上的联邦体系 我不是说联邦体制本身有问题 而是在面对疾病大流行的时候 在调度短缺资源上的能力 联邦有联邦的法律 各州又有不同的州法 怎么协调整合 在防疫上要有一致的步伐 这需要联邦政府展现协调能力 避免各州抢医疗资源的情况又出现 他预计疫苗研发至少还需要一年的时间 在疫苗问世前 大家都不该对防疫掉以轻心 而对抗全球大流行上 他也说历史经验告诉我们 人类只有团结合作才能成功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郑重生 华盛顿报道 为了控制疫情的传播 目前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学校都已经停课 学生在网上上课 大人们在家中上班 这导致视频会议软件Zone非常火爆 但是由于人们对这款开发团队 在中国的软卷的安全性能存在担忧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政府和团体禁止使用Zone 其中包括纽约市的公立学校 和澳大利亚军事部门以及议会议员等 台湾政府也规定国防部和国安局 以及学校禁用Zone 那么Zone到底安不安全呢 应不应该禁止使用呢 台湾舆论界争议很大 请听记者黄春梅的报道 台湾的行政院7日通韩各公务机关表示 若各机关因为业务需求 必须召开远端视讯会议 不应该使用具滋通安全疑虑的产品 例如Zone 教育部也立刻发文给各级学校 全面禁止使用 但是教育部一直公文下来 让许多早已提前部署的学校措手不及 台北大学犯罪研究所助理教授 沈柏阳受访时提到 Zone有资安疑虑前科 一开始就不该建议大家用 而不是已经发生了要大家禁用 既然前面做错了就要赶快修正 现在要赶快喊停 越早越好 以提倡翻转教育 而在台湾相当知名的台大电机系教授 叶炳成则在个人脸书发表一篇 一纸公文老师们一个月的努力 一切归零的文章提到 他支持政府机关用更安全的软体 但是课程教学怕影像没加密被导到大陆的伺服器服务 就会被大陆政府监看台湾老师上课的过程吗 另一名台大社会学习教授何明修八日在雄报则直指 Zoom应该进 教育部是对的 叶炳成是错的 何明修回答叶炳成抛出的疑问说 对 我就是怕 何明修指出 课堂上自由发言甚至提一些政治不正确的问题 这样会不会在中国共产党眼里算是有罪 更何况习近平上台之后 学生举报教师的情势实有所闻 为何不怕 学生凭什么不要怕 国立交通大学资工系特聘教授林盈达 他的专长在网络安全 林盈达接受本台访问时分析叶炳成的论点认为 如果你的视讯内容没有机密 就不需要担心资安问题 他举例 这就好像你不是要对政府提出批评 你不需要言论自由 你就不用担心政府会对你如何乖乖让政府监听 所有的人都被监控 他的电脑不会只拿来做开会 他也会拿来做很多业务上的事情 那些业务的事情可能是比较机密的 可是他已经潜藏在你的电脑里面在跑 所以他也可以顺便捞你其他业务的资料 林盈达指出 虽然Zoom是在美国的公司 但是研发团队都在中国 会让人有潜在忧虑 担心在中国的团队很有可能受到 中国政府要求要交出资料 再加上Zoom有外送的漏洞 曾被揪出在视讯会议时 外送资料回到中国的伺服器 连创办人袁征都曾为此公开道歉 中国做的少数软体本身就是一支大病毒 因为那支病毒本身就会收集用户的资料 他除了少别人的毒 那自己本身也是一支毒 有不少机关学校反问到底什么视讯软体才安全 资通安全处建议在治安风险评估下 可以使用Google微软的免费软体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黄春梅台北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一 在华盛顿白宫召开记者会时 出现了一段小插曲 凤凰卫视的一名女记者 不断地追问特朗普 是否正与中国合作对抗疫情 又一再强调自己代表的是香港 而不是中国媒体 这起事件使外界关注这家中资媒体的兴致 又质疑这次参与白宫记者会是否另有目的 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星期一的白宫记者会 台上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固然是主角 台下的凤凰卫视女记者也成为了焦点 她向特朗普提到 上星期阿里巴巴和华为等中国企业 向美国捐赠了大量医疗物资 又一再追问特朗普 会否就防疫直接与中国合作 特朗普反问她是否替中国工作 女记者否认说自己为香港工作 又说凤凰卫视以香港为基地 特朗普追问凤凰是否中国政府持有 记者则回应凤凰是私人企业 香港进会大学新闻系高级讲师 吕炳全证为凤凰卫视所介绍的指示表面 凤凰卫视外界的观察 都是觉得它表面上是一家香港上市的私人的媒体 其实它在大陆多年 还有它背后的人脉 还有它的这个宣传口径 都是跟中国官方非常密切的 由它的老板刘长乐说起 它本身都是跟大陆 还有中国官方的背景相当密切的 美国国务院上月把中国五家在当地营运的官媒 视为中共宣传部门的一部分 对他们实施与外国大使馆相同的规定 包括限制雇员人数等 当地部分舆论认为有理由相信 总部涉于香港的凤凰卫视 也是中共大外宣的组成部分 因为中国的大外宣不想经常刮这个党发股的那种面貌 它想看上去很灵活多变 表现的手法也是非常商业专业的 你单单去看这个凤凰卫视的这个记者 在美国台宫去问的那个问题 来自新闻自由地方的记者 不会这样问的 他问的问题其实就是很像这个中国外交部 或是中国官媒一样 多次想特朗普总统 用他的话来搞好这个中美关系 凤凰女记者公开否认为中国工作 也受到大陆网民的非议 批评她涉嫌港独 进会大学学者吕炳全也认为 她的说法有商榷余地 因为在一个中国原则底下 香港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翻查资料 凤凰卫视创办人刘长乐在1990年代 与澳大利亚传媒大亨梅卓属下 卫星电视 及中国中央电视台属下 华影国际 共同创立凤凰卫视 其后取得控制权 刘长乐现年68岁 在上海出生 曾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 上世纪70年代 在解放军第14军团负责宣传工作 过去近30年 她主要在香港经营多项业务 她也获得多项香港和国家层面公职 包括获港府委任为太平绅士 先后获颁银字经兴章 金字经兴章 也是全国政协常委 代表新闻出版界别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高森 前段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造成 100多个国家上百万人确诊 在疫情严重的国家 呼吸器告急 各地都在抢购呼吸器 台湾的鸿海集团证实 正在与美国的医疗器材公司 美敦力合作研发生产呼吸器 以下是记者夏小华的报道 新冠肺炎已经造成全球 180多国共计 130多万人确诊 医疗前线急需要呼吸器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 快点做呼吸器 鸿海集团8号证实 在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牵线之下 鸿海集团正与美商医疗器材公司 美敦力共同合作研发2.0版的呼吸器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的核心幕僚 蔡沁于8号受访表示 蔡沁 蔡沁于指出 目前台湾缺乏知名大厂制造呼吸器 都仰赖进口 而鸿海原本希望拆除旧款的呼吸器 开发第二代 但是日以继业花费了心力 仍有困难 决定自行研发新型的呼吸器 在防疫国家队的前提之下 郭台铭也不希望缺席 至于鸿海在美国威斯康辛州有设厂 在地生产在地出货的原则 是否在台湾和美国都适用 蔡沁于说 不管怎么样都是人民关天的事情 今天不管在哪一个角落都是人民的事 所以如果说工厂的量产的范围 能够帮助得到的地方 我们都希望能够发挥大碍的进行 至于台湾方面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表示 台湾目前约还有1200个左右的呼吸器可以使用 台湾世卫外交协会理事长 整合医疗科医师江冠宇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 台湾确实除了口罩等大部分的衣材 不是台湾自己制造 台湾病房的床位均配有呼吸器 台湾每10万人有约27床的ICU加护病房的病床 仅次于美国38床和德国28床 目前台湾确诊379例 ICU床加上其他呼吸照护中心 配有的呼吸器还够用 接下来要看清明廉价这一关是否能守住 希望不会出现疫情破口 江冠宇认为鸿海生产的呼吸器 主要需求对象应该是以外国为主 像是纽约或是伦敦 他们都在建那种方舱医院 那种建方舱医院的话 它就会需要特别大量的呼吸器 然后瑞士因为看到说 他们一台呼吸器就企图说 一条管子拉出 然后很多管子接在不同的病人身上 那个其实应该 我想八九不离十会交叉感染 但是我想如果都是确诊新冠肺炎的话 那可能就看他们临床治疗怎么想了 别的国家的确是非常需要 这样大量增长呼吸器 至于呼吸器对于新冠肺炎患者的作用 江冠宇提到 江冠宇说 目前在临床治疗新冠肺炎 还是以瑞德西韦降低病毒活性 以及奎宁等药物试图降低患者的身体免疫反应 作为主要的治疗内容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自上周中国在美上市公司瑞幸咖啡被美国股市做空机构 浑水公司揭发财务造假股价大跌之后 本周二同样在美上市的中国视频网站爱奇艺 也被另一家做空机构狼群公司揭发大规模的财务造假 为什么中国在美上市公司丑闻叠出 美国政府又将如何反应呢 请听本台记者王云的报道 爱奇艺被狼群公司揭露造假后 该公司的股票周二在纳斯达克股票市场 一度下跌了13% 虽然后来收复了失地 收盘时全天上涨3% 但在盘后角域中又下降了3% 根据狼群公司的报告 爱奇艺财务造假由来已久 2018年在纳斯达克上市后 爱奇艺2019年的收入被夸到了80到130亿元人民币 比例为27%到44% 报告还指出爱奇艺成立快10年了 但从未真正实现盈利 狼群公司创始人丹戴维 长期从事美国股市中国概念股的财务真相研究 去年他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讨会上表示 要获得这些公司的财务真相并没有太大的技术难度 我们所做过的第一批中国公司欺诈案例中的一个 我们只花了300美元来进行调查 而这是一家市值达8亿美元的公司 有关爱奇艺的这份报告与一周前浑水公司 有关瑞幸咖啡的报告颇有相似之处 在那份报告中瑞幸主要的造假方式包括 夸大门店的每日订单量 每笔订单的商品数和每件商品的净售价等等 爱奇艺曾被比拟为中国版的网飞 网飞是世界最大的收费视频网站 而瑞幸在中国市场上大有挑战星巴克之势 这两家中国代表性的美国上市公司 被揭发大规模的财务造假 再次引来了中国在美上市公司财务真实性的质疑 在对中国在美上市公司的监管方面 美中两国一直存在漏洞 美国证监会美国的上市公司会计监察委员会等机构 长期以来一直要求获得中国在美上市公司的财务资料 包括国内账博和审计工作抵稿等等 但中国政府以保护国家机密和安全为由 拒绝这些调查 在另一方面 美国国内对中概股财务状况进行监控的努力 也受到各种阻挠 熟悉中国法律的美国律师史蒂夫·狄金森 告诉本台 他曾向多个机构建议强迫这些财务不透明的中国公司 从纳斯达克退市 但却被故意冷淡对待 美国政府官员 投资银行 以及美国投资人 都曾经就这个问题询问过我的意见 我每次的答复都是一样的 而他们的态度也每次都相同 他认为 华尔街的投资人对美国的相关决策有相当大的影响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财经分析人士秦鹏认为 除非美国制定专门针对中国公司的法案 否则难以实现对中国公司的实际监管 但这样的法案又很难通过 考量有可能也是个不愿意针对中国的 就是说针对某一个国家制造一套单独的这套法律体系 或者是执法机制 这些这种法案相关的那套主导力量 又是华尔街本身 你让他自己去监管自己 他肯定也不干 秦鹏指出 现在有浑水狼群这样的做空公司做第三方调查 给了市场以希望 但这也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自由亚洲电台网语华盛顿报道 在新疆 不少维吾尔族妇女是婚姻暴力的受害者 当地日前通过反家庭暴力法 被认为有助于提高维吾尔族妇女的地位 但当局同时又把去极端化纳入条文 却引起了人们的警觉 外界担心 新法实施后 政府组织介入新疆少数民族家庭生活的情况 会变本加厉 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尊重家暴受害人真实意愿 保护当事人隐私 是反家庭暴力法的主题 有关条例日前在新疆人大常委会获得通过 近年新疆当局 借反恐和去极端化为名 针对民族宗教文化传统和互联网信息等领域 并且进行严格限制 反家庭暴力法也把去极端化这四个字纳入条文 认为有必要组织相关责任部门 开展法制宣传去极端化宣传教育和家庭美德教育 世界维吾尔人大会发言人李李夏提担心 新的法力将容许新疆当局以反家暴为名 进一步介入维吾尔人的家庭生活 达到同化的目的 香港珠海学院伊斯兰问题官家 事件宇表示 维吾尔人的女性地位相对较低 不少妇女都会早婚 婚姻暴力发生的几率也比较高 估计反家庭暴力法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台 把维吾尔人全面汉化同化也是重要考虑 他要重塑这些人的国家概念 要重新建立所谓中华民族的概念 那他们就会全盘地去抹去或者是消除掉 原来有的维吾尔传统的文化的一些内涵 这当然包括重塑家庭的角色 那在这个里面的话 这个立法的过程当然也是那个 在教育营同化过程的一个延伸吧 同化政治的一个延伸 他说新疆当局介入维吾尔人的生活 由来已久 所谓立法只是把一贯的手段合理化 鼓励的那个汉人跟少数民族通婚 鼓励那个维吾尔人或者是其他少数民族 到中国内地去工作 甚至被强迫去工作 在他们的那个私人生活领域里面 常常被干扰 这个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 他甚至不需要通过立法 他就可以做到 所以我还是觉得他真正的目的是 他要完善完备他的那个同化政策 板家暴法将于6月1日起正式实施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刚分香港报道 由海外媒体星期二披露 中国的江苏辽宁大批官方及家庭教会遭到取缔 多处教堂的十字架也被拆毁 基督徒的信仰空间不断紧缩 以下是本台记者韩杰的报道 近年来中国官方继续加强对基督徒的打压 自2014年至2016年 当局拆毁了2000多座教堂以及十字架 新修订的宗教事务条例于2018年实施后 中国基层政府拥有更大权力 可以随时查封家庭教会 导致北京最大的西安教会 成都秋雨教会 以及广州荣家里教会相继被取缔 类似的压制一直没有停止的迹象 海外致力于宗教自由和人权的网刊 寒冬期日曝光 从2019年下半年开始 江苏淮安 延城 辽宁 铁林 沈阳 大连 和共约340处基督教聚会场所遭到取缔 其中多数属于三子教会 多处教堂的十字架 宗教标志及其他教会物品 也被拆毁或移除 美国德州的基督徒维权组织 对话援助协会负责人傅希秋牧师 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说 当局这一系列行动 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台后的 整体人权和宗教政策息息相关 在过去的几年间呢 可以说是中共的宗教迫害 达到了文革以来最严酷的程度 以所谓的宗教中国化 把宗教全部都党化 意识形态化 那么它的本质 也就是希望透过这样的管控呢 慢慢的消灭一切 不在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之下 受这个绝对顺服的宗教信仰 寒冬的文章引述 辽宁铁林市清河区的一名政府人员透露 原先政府允许一些无证的聚会点 归三字教会管理 但新的宗教事务条例实施后 全省约700处没有证的聚会点 就会被视为违法 必须取缔 文章还提到江苏淮安市淮英区政府 以统一患症为由 收回当地多处三字教会的宗教活动场所登记证 但一直不下发新证 严正市的政府人员则表示 收到中央指示要减少聚会场所 不管场所是否经过批准 曾在中国代理基督徒维权案件的 旅美法律学者滕彪告诉记者 以往三字教会作为中国官方所主导控制的教会 根本不需要登记 然而教会不断壮大的影响力 让政府倍感威胁 其实在文革期间教会也没有被完全消灭 后来八九十年代之后 一直到习近平上台之前 相当长的时间里边 教会的发展还是非常快的 在习近平上台之后 他把这个当作是一种民间力量的一部分 可能会对一党次对这个政权稳定造成威胁 所以他就改变了过去那种相对来说 管制不太多的态度 腾彪特别提到 从河南南勒教案 贵阳活石教会 北京守望教会 成都秋雨教会等 大批牧师和宗教人士被抓捕 判刑的例子可以看到 在经过系统性的打压和残酷的迫害 中国基督徒的生存处境变得极其艰难 至于亚洲电台记者 韩杰 华盛顿采访报道 中国政府 伊斯兰教中国化五年计划 在穆斯林地区加速推进 虽然在疫情期间有所停顿 但现在又开始全力拆除清真寺的各种伊斯兰教的标识 详情请听本台记者柳全的报道 自2019年6月 中国政府在中国各地开始大力推进伊斯兰中国化的运动 经河南省新密室 6至7月间 至少有15处清真寺的新月标识和圆顶被强拆 同一时期 宁夏雇原市 元州区南方清真大寺 雇原省西清真大寺 及元州区九龙路清真大寺 伊斯兰圆顶特色的建筑被全部拆除 2019年12月 甘肃省景平梁市至少16处清真寺宗教标志被拆除 2019年8月 河南省新乡市以统一汉文字为由 将当地至少250多家商铺招牌站的阿拉伯文字清除 食品包装上的清真标识也要求被去掉 2020年2月23日 河南省庐山县回族群众 已经连续22天为当地理抗疫情一线的医护环卫 城管人员无偿提供爱心午餐 而当地政府利用回族群众不在村里的时机 拆除了清真寺的园顶和其他部分建筑 清真寺管委会买主任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接着他介绍河南有100多万物贵族 据政府内部人士称 河南省作为伊斯兰中国化的试点 所有清真寺的伊斯兰标识都要拆除 现在共产党是一党专政 任何民族在中国都得按共产党的要求办 得以中国文化中国建筑为标准 就跟文化大革命一样 他说圆顶是跟清真寺一体的 拆除后清真寺就开始漏水 要想保住清真寺还要进行全面整修 青海花龙县一位马姓阿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新冠状病毒爆发前就已经开始拆除了 疫情爆发后暂停了一段时间 现在又开始了 而且拆除的力度比以前大很多 西宁 华伦等地都已经下发了 政府关于拆除的通知 兰州 临夏已经开始大规模拆除了 他接着说甘肃 青海 一些清真寺的阿亨不愿向政府妥协 试图阻止整改 就为当地政府组织去宁夏回族自治区雇员市 观看那里的清真寺是如何被中国化的 表明没有人能阻拦伊斯兰教中国化政策的推行 以此摧垮他们的意志 雇员市因回民人口众多 而成为中国政府重点打压的地区 该是大量清真寺的圆顶 宣礼塔等标志已被拆除 除了拆除清真寺伊斯兰标识之外 中国禁止清真寺播放宣礼词 礼拜召唤词 部分地区则要求必须改播国歌 网络上关于清真寺拆除的帖子 基本上是刚发帖就被删除 最后的电台有全报道 中国电信巨头华为公司和以色列科技公司SolarEdge的专利战持续燃烧 中国法院排定华为控告SolarEdge侵权案将于9号和10号开庭 SolarEdge公司指法院故意在全球旅行禁令下坚持审讯 有不公平之嫌 有法律界和科技界专家说 西方企业在中国进行知识产权方面的诉讼 胜诉的机会影响很低 请听特约记者柳飞的报道 SolarEdge是一家以色列逆变器制造商 在全球包括美国、德国、日本、中国等地都设有办公室或工厂 该公司在2018年6月在德国向华为提出包括住宅太阳能逆变器和优化器有关的三项专利侵权诉讼 随后华为在2019年5月向中国法院反告SolarEdge 德国曼海姆地区法院在2019年11月宣判华为未侵犯SolarEdge的专利 如今中国广州智慧财产权法院的审讯停期却来得突然 位于以色列总部的SolarEdge法律总顾问普瑞·什扣尼克接受记者采访表示 这个停期一开始就令人感到不公平 因为肺炎疫情而有旅行禁令 所以我们的证人专家不能到中国法庭作证 但他们却是在两星期前才排定4月9号和10号两天庭审 摆明了就是不让我们轻负法庭嘛 我们要求延期还被拒绝 这一切实在令人遗憾 普瑞·什扣尼克否认SolarEdge侵犯华为专利技术的指控 认为这是华为对SolarEdge公司早在德国起诉华为的反击 并非基于事实 他又说如果SolarEdge真的败诉 那就是对西方国家在中国做生意再次敲醒了警钟 全球企业若要在中国做生意 需要更谨慎思考是否自己能获得公平的待遇 其生意风险是否太高 曾在中国职业 现在是加拿大律师的赖建平说 中国法治和西方的标准差太多了 像这一次广州法院利用肺炎疫情来阻挠 以色列公司当事人出庭 就是程序偏袒 熟悉科技产业的评论员曹冰表示 全球贸易化下 中国和海外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 不过华为窜起的过程中 屡屡遭受侵权质疑 最有名的就是十几年前 他和思科的侵权战争 最后双方和解收场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很难佐证 第二中国法治会不公平 第三海外企业会忧虑失去中国市场 Solar Edge公司称 在中国的代表律师会带着证人 事先录制的影片出席法庭应讯 务必积极捍卫公司权力 希望法院能有公正判决 至于华为总公司 并未回应记者的置评要求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柳飞温哥华报道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 其他方面的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4月8号召开会议 罕有的提到要做好准备 长期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指出 当前疫情防控阶段性成效 进一步巩固 复工复产取得重要进展 经济社会运行秩序加快恢复 同时国际疫情持续蔓延 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 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 据维权网4月8号发布的消息 被判十年重刑的 中国四川政治犯李碧峰 与本周二刑满出狱 但随即遭当局 在某宾馆强制隔离 目前家属无法获知具体的隔离地点 继越南抗疫中方海警船只 在南海主权争议水域 撞沉越南渔船事件后 菲律宾政府星期三 公开发表支持越南的立场 菲律宾外交部表示 抗击新冠疫情确实威胁 需要各国的相互团结和信任 面对疫情 无论是捕鱼 还是虚构的历史主权声索 都不值得导致该事件发生 听众朋友 这次的亚太报道就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我们下次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